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 使命门徒Podcast第二季 他将带我们从圣经翻译的角度来谈谈基督信仰粉色化的挑战、必要和过程 以及今天教会的宣教工作能如何从过去西方宣教师的经验当中学到什么宝贵的洞见 而今天的访谈也将由使命门徒Podcast新加入的主持人吴舒翔弟兄担任 舒翔是我们第58集访谈的嘉宾 他也对华人神学的建构非常感兴趣跟有负担 也会是未来我们Podcast当中在谈华人神学建构这个主题时的主要访谈人 我们把时间交给舒翔和Grace老师 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使命门徒 今天非常开心我邀请到我Region维珍神学院的老师Grace来跟我们聊 Grace哈喽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各位听众好 Grace真的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你 然后我们特别知道我这学期就在学校修你的课 然后这个特别是聊一些基督信仰来到华人处境当中的处境化 我觉得真的从这个课程当中有非常多的收获 然后也看到说哇从几百年前的这个唐朝警教来华 然后到整个明清啊然后新教啊等等的不断跟就说在基督信仰要融入华人社会是一件多困难的事 然后不断产生的碰撞 那一开始我想要还是请你先介绍一下你过去的经验啊 然后以及你现在的服饰 还有就是说过程中怎么走到今天的服饰的 好谢谢Joshua的邀请 也特别感谢啊 首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学术和私奉的背景 我是一直以来是从事汉语处境当中的啊圣经的研究 尤其是圣经的翻译和诠释吧 那我早前的研究是从斯布莱圣经的智慧文学开始的 因为我注意到就是斯布莱圣经的智慧文学 它是整个圣经当中最具有哲学和神学啊 这个问题意识的这样的一些圣卷 然后随着自己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呢 我发现作为一个华人 我们要特别关注在华人的语境当中 圣经的翻译和诠释 那么最近一些年我主要侧重从自己的一个对话的诠释学的维度 来研究尤其是中国的经典解释传统和圣经解经学之间的一些比较研究 那么特别是这当中我们能不能开展一些具有这个对话性意义的啊 一些经文的诠释 所以我今天也很荣幸啊 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一些研究 这样的这方面的一些心得 同时我也现在担任伟增学院中国研究部的主任 那我们这个CSP主要是自律于架齐 就是中国的这个学术界和西方 特别是伟增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啊 神学院之间的一些学术的交流 促进中国在基督教研究和圣经研究方面的青年人才的培养 呃那这个是我自己目前施工所在的一个重心 是是谢谢Grace 那我特别一开始就想问这个最大的问题 然后也跟你的这个研究有关 因为你也说到就说你架起这样的就是中西之间的桥梁 然后让两边能够互相理解 特别是在基督信仰跟传统华人文化这一块 那基督教作为这个外来宗教 然后来到华人世界当中 一直跟华人文化有很多的碰撞 其中不知道Grace觉得最大的障碍跟最大的碰撞是什么 特别我觉得纵观这个整个历史 就说从井教来华 然后明清代的这个天主教新教接连来华 然后特别看到中国历史中也有很多 这个华人的基督徒做出的一个reaction 一种反应吧 那这个就包括譬如像太平天国 然后飞机运动 那一直发展到今日当代的华人处境 就不知道说对我们重新看这些历史有什么影响 特别我觉得我自己感触很深 就是说常常我们把历史当成镜子看 好像变成一个历史那个片段变成一个他者 我觉得其实更好的一个看法 我自己的理解是把历史当做一个连续性 就是这些所有的影响 其实都跟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处境是息息相关 甚至是非常紧密连结的 不知道Grace怎么看 好谢谢Joshua提到非常好的这方面的问题 我想关于就是说 作为跟任何民族和文化来说都是意志 具有这样一种意志性的基督教文化 或者说文明吧 来到中国 我觉得因为中国它主要是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非常多元文化的 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在广翻译上的华人圈里面 都还是以鲁士道 我们说三角河流为代表的这样一种多元文化的处境 其次就是说中国它是经典特别繁多的 或者说特别丰富的一个国度 所以我们如果用一个英文词 也可以说是一个multiple classical world 就是处在一个多元经典 经典构成的这样一种宗教的世界 那么其次呢 就是说中国同时吧 就是它还伴随着 因为中国的这个王朝统治时期特别漫长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还伴随着各个时期 对各种经典的这种解释传统 它也是特别多元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决定了就是说 基督宗教来中国 首先它面临的是如何翻译 自身的这个刊的 就自身的正典的问题 那么其中最复杂的就涉及到 怎么样翻译上帝 Elohim或者是希腊语的Zios 他在中国的 就是圣民的这个问题 那其次呢 就是涉及到就是说 因为特别是对于 各个时期来话的传教士来讲 那他到中国传教 他必须要面临中国本土的这些文化 所以在中国本土的文化处境当中 如何宣讲耶稣基督的真理 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那这个就涉及到 怎么理解中国非常复杂多元的宗教与文化 比方说就像晚清时候 李雅各他们想问的说 鲁家思想它究竟是一种宗教呢 那如果它是一种宗教 那它是否是一种偏一神论的 还是像大部分传教师认为 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神教 那么这些问题都是他们必须要处理的 那么其次第三个方面就是说 包括就是我们也有过 就像刚才Josua说的 宗教时期也好 还有是晚民耶稣会时期 就是基本上都涉及到 怎么样在中国文化这个处境当中 传教的一些策略 那比方说我们如何看待 立马都有规矩 对吧 就是晚民时期的 就是说以往的这些传教策略 它有成功的地方 但是它也有存在的一些问题 那么像这些 它都是必须在中国的处境当中 它要找到一个契合点 然后从这个契合点出发 做出它相应的传教策略的调整 或者说适应 那么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 所以我想就是说中国的问题 从我自己研究和这个师奉的角度 我觉得中文就是汉语的 这个圣经的翻译 以及就是说处理基督宗教 和中国宗教文化的关系 这可能如果我们是从 世界宣教史的维度来看 是最为复杂的一个命题 可能就是基督宗教 传到其他的民族文化当中 都没有面临过这样一个 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 上帝他的圣言 如何在中国的大地上 表现为用汉语传达 他的真理的一个 非常具有活力的 这样一个过程 对啊 其实我觉得特别在很多 跨文化的这种讨论上 然后也有一些学者会区分说 有些文化是这个日光型文化 有些是月光型 那特别在月光型 好像当他一被其他日光型的文化 照亮的时候 他就很好的可以在当中做灵活的切换 那特别像在华人处境中国文化当中 其实就是不只是日光 而且是非常强的一个 一颗恒星这样的存在 然后他自己有非常多繁复的典籍啊 然后包括就是儒家的 墨家的道家的各种各种典籍 然后哇 一家其实我们都已经读不完了 何况是我们要理解 包括像利马逗当年做的这样 遍揽群书 然后甚至是山海经啊 易经啊等等的 然后才来做 基督教的重新诠释 那特别是 Grace刚刚也提到你最 最在行也最关心的 这个汉语圣经的翻译 你觉得透过你研究 汉语圣经翻译的过程 对我们当代华人的重要性是什么 好谢谢Joshua 就是问到这个汉语圣经翻译的问题啊 汉语圣经的翻译吧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呢 它是伴随着基督宗教 在中国流播的几个过程呢 是紧密关联的 当然呢就是说在警教时期呢 我们说由于 它是至少是有史记载啊 就是说明确的是第一次来话的一个 古代势利亚啊 这个东方使团 那么他们也做了这个圣经的翻译 但是呢 因为文献留下来比较少 但是他们做了非常难能可贵的啊 这种第一次的处境化的这种处理 也就是说当时因为基督教的啊 所有的包括圣经的一些 专门的啊 术语都还没有被翻译出来 所以他们有一部分是采用了音译 但另外一部分呢就开始从中国已有的文化的词语当中 比方说大部分是先是佛教的 然后用了道教 还有小部分是鲁家学说当中的啊 这些术语呢进行一些翻译 那随后呢就是说 真正涉及到啊就是一名之真的 也就是说如何翻译啊 上帝这个圣民在中国文化当中早对应的术语的 那么这个时候是到了晚明时期 呃那晚明时期呢 就是因为他主要的这个传教的中心是在于圣传 而不是圣经翻译 呃所以这个问题是已经啊 引起了一些呃 但是呢就是说还没有到达一个高峰 呃那么在晚清时期呢 尤其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呢 就是随着啊这个禁教的大门被打开之后 那么传教士呢 他当时由于新教 就是说他整个的这个事工的重心 是放在汉语圣经的翻译 那么尤其我觉得呃我们需要强调的今年啊 是马舒曼就是第一个啊 第一个完整的汉语圣经的翻译译本 呃是在印度塞兰坡出版的啊 这个马舒曼拉撒译本的 他就是200年前啊出版的 然后明年就是马里逊和米莲的译本 呃就是翻译出版200周年 这对于我们华人神学界包括教界 呃是非常重大的呃 意义深远的这个两个译经的世界 那么像这两个译本呢 他就是第一次完整的在汉语的这种语经当中 呃呃运用了就是很多呃中国文化的术语 但是同时也创造了一些啊 就是全新的基督教的术语 来翻译呃圣经的啊这些经本 呃那么这个圣经的翻译词吧 如果特别是从晚清开始呢 一方面就是说呃怎么样继续延续了 就是说一名啊之争的这个学术和神学的探讨呃呃 呃那么比较难能可贵的最后就是说西方的传教师放下了彼此之间啊 这个立场的分歧 然后呢将神版和上帝版呢就做了一种鸽子 也就是说你既可以选择上帝版也可以选择神版 那么这个是在1919年的和和本圣经当中呃就是说就是印刷了两个版本 呃那同时在晚清时期因为开过好几次宣教师大会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大家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啊一个合一的看法 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统一的能够被各个猜会来华的啊传教师猜会所接受的一个合一的译本 呃所以呢就是我曾经呃在2019年在香港我们开过一个纪念和和本诞成100周年的大会上呢 我我在自己的论文当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叫和和神学 和和神学呢因为在中文里和和指的是在不同的有差异的事物当中呢 寻找一种和谐或者统一 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圣经啊 译本在中国的如果我们在追溯到警教时期一直到1919年 那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有分歧有差异的啊 这样一个艰难的过程当中最后走向了啊 这个译本的一个合一的一个运动的过程 这个就像我们教会啊 呃教会当中的这个合一运动非常类似 那么这个合一呢我决定奠定了就是说 上帝呃他的圣言最终就是在中国的土壤当中啊 完全被翻译成就是我们的啊 华夏民族所使用的汉语 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管你身在世界上任何的一个角落 只要你是一个华人你说汉语 你就可以啊就是打开这本完整翻译的啊 这个不管是二马译本到一直就是1919年的啊 和和本一直今天我们看到的和修本 等等还有其他很多完整的中文圣经译本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就直接可以进入到上帝所说的 用华语表达的神圣真理当中 去寻找真理的亮光 那么这个对于呃我觉得宣教史啊 也是意义重大的呃 呃因为圣经译本的完成实际上可以说他的这个重要性 丝毫不亚于几波 基督教啊这个死团来话的这个传播的过程 呃也使得就是我们华人能够有一个啊 就是说统一的或者说合一的译本来认识 或者说呃接受理解啊上帝的真理 那么因为这个和和本诞生时间还比较短 实际上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呃我们因为今天当然也看到就是就是 就是宗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有很多挑战 但是我觉得这个译本会一直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使得福音啊 在中国这个广泛的文化圈里面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一种传播 是哎这真的蛮有趣的就像就像grace提到的就是说在一开始还没有任何中文译本的时候 我们可能真的所有这些华人的基督徒能够理解圣经的唯一方式就是从西方宣教士的解释当中能够理解到他们诠释下的基督信仰 而这个所谓的和和本或者这样的中文译本真的能够让我们直接就是非常新教精神的宗教改革精神的可以直接自己阅读 用自己的语言来阅读圣经 确实是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吧 然后再者呢就是我特别想到透过这样和和本好像当然今天会很多人来反过来检讨说 哎和和本是不是很多基督徒是不是有一种和和本本味思考 然后特别像我跟我表姐我们常常也觉得还什么经文还是和和本念起来最顺口 然后我们从小到大在主日学长大背的经文也都是和和本这个版本的 然后听其他版本都觉得很奇怪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想到的就是透过和和本像Grace说的就是各个不同的宣教拆绘也好 或宗派也好各个教会 当我们像我今天如果去听一个其他宗派其他拆绘的中文讲到 我完全能够非常快的融入那样的中文语境 然后圣经的用语里面 因为其实和和本我觉得也很大的形塑了整个华人教会使用的语言系统 就其实我们已经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 那很多的词汇也都是直接从和和本挪用过来的 那像我今天如果是听一个华人的天主教神父在讲道 我可能就很不习惯他的那一套语言系统 但是基本上在新教里面因为有和和本 所以反而我们都在同一个语言系统 不论你从静信会信义会或任何的拆绘也好 或这个宗派来 但是我们同样都有同样读同样的经文 然后用同样的词汇 我觉得确实好像在语言层面上也某种层面上蛮促进这个教会间的合一 是的那个Jesua你刚才的这个回应确实非常有意义 对就是说你提到在教会层面 就是说和和本如何促进了华人不同的 就是地域的各种教会之间的包括拆绘 当然我们说今天基本上就是传教士 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在华人教会当中就是参与很多的 虽然我们说有可能西人的传教士 但基本上就是以华人教会自己为主导 那尤其是在民国时期 因为中国教会的自传自立自养 也在1920年代就开始了 但是这个圣经译本的作用确实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注意到你刚才还谈到一些语言的问题 对实际上和和本它不仅对我们这个基督宗教 就这个传播是影响特别大的 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对现代汉语 尤其是白话文的这个发展 是起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的 因为我们知道1919年就是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对吧也是同一年爆发的 然后就是紧接着就是这个白话文运动的 因为和和本我们知道当年传教士呢 他在19世纪末吧 他创导就是说 实际上一开始的设想是圣经唯一嘛 一本则三 本来和和本是想希望有深文理 浅文理和那个观化 就是当时的北京观化三个一本的 但是实际上最后啊 我们说真正最成功的就是这个 北京观化和和本才成为啊 就是说目前我们一直用到现在的 就是你提到小时候啊 一直很喜爱的这个和本这个版本 同年怀疑 那这个版对对 包括就是说比方说大陆说是普通话 对吧 那么台湾是说是国语 实际上我们用的啊 都是这个北京观化的这个语系啊 那么尤其是在民国时候 我记得是国民政府还特地就是说 呃当时通过一些教育政策 就是要来推广这个普通话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和和本的 他这个译本实际上对推广这个白话文运动 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的 如果特别我们那个时候看 1920年代之后的很多现代文学啊 这些大家们的作品 包括啊 周作人啊 冰心啊 特别是这些具有基督教的啊 信仰背景的作家 他们实际上很多的作品里面都 引用到就和和本的一些圣经的经文 包括像吴金雄 呃他后来啊也是到了台湾嘛 对吧 他首先是个大法官 但他后来也翻译了啊 这个呃 诗篇呃当然他是天主教 所以他是啊 用了中国古典的 嗯就是类似 取缘的他们的啊 离骚题的形式翻译了啊 这个是呃 诗篇翻得非常优美 呃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大部分啊 就是现代的作家 还是深受这个和和本啊 这个语言系统的影响 呃所以和和本 我觉得他对教外啊 也是特别是对我们整个汉语的 现代化进程 是起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推进的作用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刚刚grace前面也聊到 然后我也特别想请教你 就说呃这个我觉得跟我们今天 华福一直也很看重的宣教也非常有关系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要跟我们的处 在我们华人的处境中宣教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的障碍 我觉得其实像刚grace说的 早在呃唐代的警教 这个叙利亚东方教会 以及明清的天不不论是天主教 或基督新教 都已经遇到很多过了 那他们可能透过各种回应 譬如像呃各各类的文化披带吧 或者有人喜欢有本色化处境化 那包括刚刚grace也提到 可能是以儒是耶 或者是以佛道是耶的这种方式 但是好像今天华人教会面对的处境 反而我不知道可能在文化当中 还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儒家思想 甚至是一些佛道思想 但是似乎好像呃就我观察 跟我身边的朋友聊天 我发现一般我们在聊到一些呃 比如说政治社会上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好像比较少的去从呃孔梦啊老庄啊等等 截取思想精华来实践 而我们好像大部分还是会往西方的呃 包括自由主义啊或者各种 也有人喜欢呃马克思啊社会主义啊等等 不同的西方思想来作为我们社会实践的一个参照 那对于今天的这些化人教会来说 当我们在面对我们处境中的传福音 我们的宣教的时候 你觉得从这些过去的唐代警教 或者是明清天主教新教 这些马里逊啊等等的宣教师身上 我们能学到的是什么 哦好谢谢Joshua啊非常好的问题 一方面呢就是这个问题涉及到 我们怎么样回顾和总结啊 以往的传教师他在华传教 给我们所留下来的啊 丰富的这个传教的策略 以及这里面的对 以及这里面的一些灵性的遗产 同时呢也涉及到我们当代处境当中啊 可能基督宗教在华人传播当中 具体涉及到的一些问题 呃我觉得如果从当代处境来说呢 华人他在不同的地域处境 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比方说我知道Joshua从小是在台湾长大 那台湾呢我至少是知道啊 如果跟中国大陆比那至少在传统文化方面 应该来说还是相对来说啊 我觉得应该是保存的更好 因为中国大陆他有一个60年代到70年代 有一个Culture Revolution这个当中对包括对传统的文化都被打成了四旧嘛 对吧 是有个破四旧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断裂 当然再退的远一点就涉及到我们怎么样反思就是呃 五四运动时期吧也是打倒孔家殿对吧 当时有非常过之的一些言行和这种文化上的举措 呃但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这里主要讲的 我想说的就是说台湾他可能中国的传统文化保留的相对啊比较完整 那大陆呢他本身是有一个中断的 而且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断裂就跟传统文化之间 呃但是呢他当然到了21世纪呢他也有一种国学的复兴 但这个国学复兴呢我觉得对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说 应该来说他就不是在当年传教是呃不管就是说是警教还是晚民 甚至就是晚清包括如果是民国 因为民国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类似像赵紫成啊 吴立川这些基督徒的教育家他都是学观中西的 但是今天你很难能够在中国找到一个类似当年啊 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啊包括如果说我们举胡思的例子 就这样的一些大家基本上今天没有了 那么今天我觉得可能对于包括港台吧 大陆在内的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说 他主要面临的就是刚才我觉得Joshua你概括的挺好的 就是说一些呃如果是在教会内部 那他就是一些西方的神学思潮 比方说有自由派的可能有基要派的 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受全球的世俗化浪潮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不管你是身处亚洲北美啊 还是你在非洲这个是没办法的是一个席卷全球的浪潮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我觉得可能目前对于华人啊 教会来说他所要做的这个啊就是传教的使命工作 包括就是制度图自身的一种灵命成长 可能最多的还是要怎么样去抵抗这个席卷全球的世俗化浪潮 因为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今天大家都在用手机都在上网 对吧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说圣经里面啊 我们说以前你到底是拜马门你还是相信主 但今天变成就是说你是跟随世俗文化的浪潮 还是你是跟随啊就是基督宗教啊就是给我们宣讲的这个真理 很多时候你发现就是说我们今天确实包括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啊 面临的这样一种冲突就是你在主日学的时候或者你在教会的时候 你觉得似乎你可以跟周围的这种世俗化的东西隔绝 但你一到进入到社会你就会面临很多啊政治经济啊 还有各种世俗文化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呃如果说用一个词吧就敌基督 他可能就是在世俗化的面目下 就是说他有具体的有很多方面啊 对基督教的传播形成很多的这种冲击和影响 呃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实际上是跟以前的传教士来中国 他更多的是处理鲁士道三角河流的这种文化体系 如何跟基督宗教之间有冲突和张力 这个处境应该还是很不一样了 呃所以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就需要我们怎么样面临这个新的挑战 是是对我我蛮同意grace说的 然后但是有一点我不同意grace 是我觉得很多人在教会的当下可能也都很难断绝跟世俗化的这个连结 然后很多人还是想着啊等一下啊就说聚完会要去哪里吃饭 然后等一下要买什么东西 而且我自己感触特别深 就是说即便在我的处境当中 然后我在台湾的教会 整个受到当今各种世俗化的影响 包括就说我们活在很多不同的大叙事里面 包括资本主义的大叙事 告诉你说哇只要透过不断的累积资本 你就可以获得人生最终的幸福 然后消费主义的这个叙事 不断的告诉你透过消费来显现出你个人的价值感等等意义来源 或者是甚至是很多我觉得华人教会蛮容易有的一个叙事 是升学主义的叙事 就是即便今天一个敬虔爱主的父母 他还是希望他小孩能够送进最好的学校 然后最后大学可能到世界各地最好的 进入最好的学府去念书 好像对于不管是家族 对于他个人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我觉得其实这些蛮多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 那特别再想请教Grace就说 那你会觉得当代的这些我们特别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使命门徒 都是领受呼召要去把这个福音分享给身边的人 我们能够从那些宣教师身上学到哪些东西 是特别像你刚刚说的他们留给我们这个好的遗产 好谢谢Joshua 我想补充或者纠正一点 我并不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 或者说一个在教会的宣教士 就不需要跟这个社会发生关系 事实上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必须要深入到这个社会 尤其是如果有可能跟这个社会底层要多一些接触 甚至是能够服侍到这个社会的底层的人物 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书斋里面 或者说在自己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团体 或者说一个群体里面 做相对的自己所熟悉的一些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跳出这个圈子 我想说的不是说自俗化思潮 我在这里不是指基督徒 你不能去读一个好的大学 你不能去吃饭 你不能去购物 因为这也是人的一个基本的生存的需求 我想说的就是说 你首先就是要把你的价值观念放端正吧 也就是我想在福音书里面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 就是说什么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就像粮食对吧 或者食粮 那他肯定是说 就是耶稣基督的真理比面包肯定更重要 对吧 因为他所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跟随耶稣基督 不是说我是求的名或者利 而且很多时候 因为你是要背起死之下 跟随耶稣基督的 我想说的就是说 对抗世俗化的浪潮 因为世俗化其中我觉得对 就叫神学有负面很大影响的 我相信你也听说过 就是那个成功神学嘛 对吧 它是特别吸引人的 它在美国有段时间是非常流行的 而且应该来说 对华人教会也是有一些 很大的冲击的 但事实上就是说 在耶稣基督教导里 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特别是给两国人民带来很多苦难 对吧 然后还有像最近几天 就中国大陆有个很大的飞机的失事 那实际上这里面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 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说 这个是否是一个末世 是一个起司录里面所提到的 因为已经有战争 现在又是瘟疫持续了好几年 然后接着可能还有粮食 这种短缺引起的饥荒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灾难 好像台湾也是今天凌晨是吧 还是一个什么时间点 有个地震 对六点几千几天 日本的北部也有地震 那就是说像这一些的话 我们至少就是说都提醒我们 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苦难的 然后我觉得基督徒就作严作光的 这个基本的角色是不能够 因为这个世俗化 就是说你觉得我把这些东西就搁置在旁边 或者就是说我在教会里可能意识到我是个基督徒 但是我到社会群体里或者我到我的公司到我的学校 然后就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差别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做门徒所应该具有的一种态度 那这个我是想补充一点 那至于传教士 我是一直觉得无论是警教时期还是到近现代 就是大部分的传教士我们可以看到 他都是非常爱祖的 除了极个别可能确实也有个别人可能他是背负的别的一些死秘 我们在这种宣教士里也有看到 但是大部分的传教士很多人特别是来到中国 包括外民时期很多人得了一个乐病或者瘧疾什么的 特别又在古代缺一扫药的时候 就很多人他把自己的生命 或者说整个一生就奉献给了中国 所以我是读这些传教士的传记 我常常是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感动 特别包括实际上有一些传教士 他是做中西文化沟通的 像李雅各他一生五十几年在中国 虽然他后来回到了英国 成为英国牛津大学第一任的汉学教授 但是他一生全部将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 就是说中国经典的翻译 还有中西文化的这种传播 那在他们身上我们确实是 看到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福音书当中 这个卖力的比喻吧 就一粒麦子你只有死了以后对吧 然后你传播出很多的子力 然后这些子力它又继续延续下去 又传播很多子力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中国它能够成为一个 基督徒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国度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华裔的文化圈的范围 虽然也面临各种挑战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离不开当年传教士 毕露蓝旅 因为它是要做一个开辟者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非常艰难的 包括它各种的传教的这种路线 使命 它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个尝试 一个探险的 一个adventure的 一个摸索的一个过程 那是特别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看 就不管他们在历史的横前面 他们是成功的 或者说没有完全做到很成功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给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中国的传播呢 都是发光发眼 所以特别值得我们进行 真的真的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不容易 尤其我现在自己也身在加拿大 然后整个就说到一个跨文化 然后甚至用不同的语言来读神学 我觉得其实真的不容易 就说他们当初下的功夫 肯定是非常重 尤其我现在在读各种 系统神学中的各种经典 然后我都觉得 哇好多东西都读得很痛苦 然后觉得平常以为自己 已经读很多书了 然后但是有时候读一些东西 还是觉得读得哇 就是读两遍了还读不懂 然后就会觉得很挫折 那何况是包括立马斗 他们当年来到这个华人的处境当中 然后他们要读现在 就很多的华人都读不懂的恐梦 然后甚至是老庄 然后我觉得就真的是 对他们来说完全是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他们还要突破这么多重重障碍 然后只为了把福音带给 这些跟他们毫无连 就是皮肤的颜色 头发的颜色 眼珠的颜色都长得不一样的 这些中国老百姓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看到 到底是什么在他们的背后 驱使他们去摆上这一切 他们的生命吧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另外最后我想要请教 这个Grace的就是 特别好像我们可以发现在 华人处境当中的这个 尤其是我自己成长的 整个教会背景啊 好像是基要派比较占据主流 然后很多或者是福音派教会 那在这个我过去读到的一些 比如说在民国初年 还有一些自由派的空间 但是在现在好像比较没有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这个有一个大的争议 我们今天也不是讨论的重点 但是我比较想讨论的是 好像我们 我自己的处境当中的教会 对于公共神学的讨论 就相对的比较匮乏 然后在我读以前 很多这些华人基督徒 早期他们的作品 包括吴雷川是一个 对我影响蛮大的神学家 我也爱研究莫子 然后发现吴雷川也研究了 这个莫迪与基督这本书 那发现吴雷川其实 他对整个社会的改革 是非常有报复跟负担的 而且推动他这些 所有对社会进行改革 产生影响的思想 其实都来自于他的基督信仰 那好像在我自己的 华人处境教会当中的 吴雷川式的这种 因着基督信仰 然后对社会带来影响的 这种路径 好像相对的比较没落 然后更多的是 关注教会内部 或信徒个人的属灵生命 那其实特别对于我 这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 有的可能也会觉得 我们不是说好 要在世界上做炎做光吗 怎么都把灯 放在斗底下了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好像 不知道Grace 怎么看这种福音 它不仅仅是个人性的 也是社会性的这个议题 好 谢谢Joshua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曾经有段时间 对民国基督宗教的神学 包括这些神学家 怎么试经呢 特别有兴趣 那么其中呢 对你提到一个 就是说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 我们确实 不管是在香港台湾 对吧 还是在比方说北美 或者欧洲 甚至在中国大陆 确实大部分的 这个教会 如果从他的神学立场来看呢 应该还是偏基要派神学的 那么这个究竟是怎么样 这个问题啊 是或者说这个原因何在呢 当然里面很复杂 但是呢 我想最主要的呢 还是跟中国的这个基督教 在近现代的传播时呢 密切有关 知道就是华人教会啊 就是他开始 就是民国时期的三子啊 就是他跟后面中国的三子呢 也还不是完全一样 当然他也是自立啊 自治自养 那么他这个三子运动呢 实际上 我们说在晚清的时候呢 实际上最早还是 西人的传教士 因为他觉得 一方面要培养华人的这个牧师 神学家 同时呢 也应该让他们自己发挥更多的主动性 所以我印象里就是说 晚清的时候就是 中国的教会啊 虽然当时还是以西人传教士为主要的这个牧者 这样的一个教会背景 但是已经开始了这个 华人教会的啊 这个三子的这个运动 就是自治自立和自养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到了1920年代吧 就像刚才Joshua提到 因为有一个非基督教运动 对吧 这个运动呢 我们词言关系呢 就比较复杂 这里就不谈开讲 但是呢 也是基督教面临就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挑战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说 基督教 我记得就是它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第一 基督教是否跟科学是对立的 或者说是反科学的 第二就是说 基督教跟帝国主义是不是走得很近 或者说基督教是不是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代言 那么因为当时还有一些武萨运动啊 就是一些当时发生在诸界的流血的一些冲突的一些事件 所以呢 非诸教运动呢 最后还涉及到就是说民国政府还要收回教育的主权 因为中国的大学它实际上就是传教士 它按照西方的大学的模式创立的吧 因为传教士在近代 他对社会服务是发挥了巨大的空前的这种作用的 就我们今天的啊 就是我不知道港台应该也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 像大陆基本上所有的医院有名的大学 包括一些重要的一些建筑物等等 基本上都是当年晚清 就是根子赔款以后啊 那那个赔款退回了中国 不光是派了很多留学生 而且当时传教士在中国 社会服务方面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所以像青年会就是延期了社会服务这一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觉得有一点啊 就是涉及到为什么华人教会后来可能是基要思想为主的 因为在1920年代呢 就飞机运动啊就兴起之后呢 呃实际上整个北美吧 他当时也也有一个就是说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啊 这种神学的冲突 那么我觉得这种冲突实际上随着传教士 他自身的路线或者说他的阵营的啊 所归属的不同 就像当时我们说像迪考文 就是他是主持和和本圣经翻译的啊 一个主要的传教士 他走的就是或者说他站的是一个比较基要派的一个阵营 但是与此同时呃包括我们知道后来成为这个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啊 就是当然他是比较快要那个国民政府结束的时候 呃就是那个司徒雷登 他本身也是一个呃当时啊 就父母都是在中国的传教士 他后来也一开始也是传教士 像他走的应该是比较自由派的路线 就是北美他本身是有一个自由派和这个啊 基要派的这样一种冲突的 就是两个不同阵营的传教士的啊 这样一个呃分歧 那么我注意到这种分歧呢 他实际上也影响了当时正在成长中的呃民国时期的中国教会 那么尤其呢就是说在我们的当时的啊民国时期的中国教会里 那么最主要的啊就是说是两位很有名的啊 这个三字教会的代表人物 一个是北京的王明道对吧 一个是当时在福建的尼托生 当然他后来呢主要传教的中心是放到了上海这一带啊 还有浙江等等呃那么他们呢当然两个人的啊 他的思想背景也不是很一样呃 但是我注意到就是说像王明道他就比较多的接受了 是基要派的啊这种传教士的呃他没有直接可能接受很多的帮助 但是至少就是像他的啊教会里的一些服事工作呢 还是受这个基要派的这些传教士有一些啊直接间接的影响 那尼托生呢我们也知道他跟英国的兄弟会等等啊也是关系很密切 那么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吧 就是说至少我们当时啊在华人教会当中就是两个影响力的呃 北边就是王明道南边是尼托生 后来呢又是有一个华北神学院啊我不知道 Joshua知不知道就华北神学院呢 他是当时是看到社会上啊就是说自由派思想比较流行 所以他就是要以基要派神学的模式建立了一个神学院 呃那么他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又是一个基要派神学的一个培养啊 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阵营吧 所以这几种原因呢呃那么随着就是说49年之后吧 那么有很多华人基督徒他散布在啊这个海外呃 那么这些人大部分是王明道或者或者很多是尼托生原来的小群聚会所理出来的 呃所以就是说基要派的这种为主的啊就是教会的这种呃 传教模式也好或者说跟原有的传教士啊这方面的宣教模式发生关联的 那么他在华人教会当中的到今天为止还是占了主流的 那么这个就是跟当时的传教士啊他本身里面的这种分歧 还有我们当时民国时期的啊是以这个基要派为主的这种教会的 培养模式是有关的那么我个人呢是觉得啊呃你提到几个很好的例子啊 像无雷川他们当时多时还是想不光啊是自己个人的灵命成长 还希望为社会做出一些服务对吧尤其是在当时内忧万患的啊 这样一种情形下嗯那么从我们今天的视角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吧就是说个人灵命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应该要关心周围的人群呃或者说就像圣经中所说的最大的诫命 就是爱人如己对吧呃那你周围的你的灵色啊你你周围的社群 你应该都要有一种啊关爱同时应该啊为每一个啊这个周围的人啊开展这种社会的服务 社会的事工呃所以如何在个人灵命成长和社会服务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需要的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没错没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这两块都非常重要的同时把这些过去曾经在我们这整个华人处境或华人基督徒文化中的 譬如说像无雷川的这个作品挖掘出来 然后能够发现我们其实也在我们的广大遗产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份存在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特别看到无雷川他对整个社群的在意 就是说真的是像Grace也也曾经聊到就是说在无雷川看到这么多中国面面临的动荡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是关在家里只在意我们个人的灵命而没有去关怀这些在动荡中受害的这些我们所谓的灵人 我们的邻居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惜的 那特别看到无雷川那时候真的是像这个台湾曾庆报老师说的 他的这些对社会的关怀然后对各种这种甚至用一些比较激进的革命方式 其实是远远早于这个拉美的解放神学 然后也看到他对他的这些这些所有对社会的关怀都来自于他从这个耶稣的教导 主导文中看到的这个甚至我们可以说一种革命性的主导文吧 对主导文一种革命性的诠释 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代基督徒再思考 然后也取得好的平衡的 那最后Grace有没有什么额外要跟我们补充 或者是你觉得非常重要值得在这边提醒大家的 谢谢Joshua 我觉得无论是从事啊就是圣经经典的研究 还是圣经神学或者基督教神学的研究吧 因为不仅仅是一个学问吧 而且因为我们中国人也特别讲究啊就是说对伦理道德的实践 那我觉得如何要做到知行合一吧 这个可能是一个永恒性的话题啊 然后我觉得刚才Joshua也谈到就是说 民国时期这些知识分子啊都是怎么样努力的啊 要不仅仅是停留在书灾上 而且要走向社会开展社会的事工啊 那我想起来当年像那个艳阳初 他就是深入到乡村 开展那个乡村的建设运动啊 教育 对然后教育等等还扶贫各方面 我想这个这种精神实际上在福音书当中 主耶稣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们说当年主耶稣就是带着彼得他们上了啊 这个就是登山宝训嘛对吧 那上了山之后 然后他因为有那个登山变相嘛 然后彼得他们就觉得啊 在跟主同在的这种荣耀里就觉得 我在这个山上啊 我这个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 但是后来主很快就跟他们说我们要下山 我觉得这个下山就是说 基督既既要有一个上山的精神 同时也要有个下山的精神 下山的精神就是说 怎么要跟这个社会大众在一起 因为你自己获得了这个 呃真理也好啊 你自己就是有个人灵修或者灵命的成长 但是你如果不将这个带入到对社会大众的服务里面 你就没有做到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下山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以他自己的这种啊 宝血或者说以他的啊 这个传道的这个事工他来实践 既在上山中与主同在的荣耀 但是也要在下山中与啊 大众在一起啊 服务大众的这种精神 呃所以我觉得呃 这个是一生需要学习的功课 如何在上山和下山当中啊 我们说呃去寻找制作教真理啊 向周围的人群分享这样的一种真理的体会啊 呃然后能够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呃那如何能够啊就是将学术研究和生命事件结合起来 可能也是呃我觉得进一步啊就需要努力的方向吧 是真的今天非常感谢Grace的分享 非常精彩 然后也有非常多重要的提醒 真的圣愿我们每一个被上帝呼召成为使命门徒的门徒 都能够如当年的彼得 耶稣在山上山下的互动般这样 在圣灵的引导下好好的学习上山后的下山工作 今天感谢Grace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非常谢谢Joshua也谢谢你精彩的问题 谢谢Grace老师的分享 全球华人的教会其实都在面对青年流失的危机 下周我们邀请到台湾的一位年轻牧者 也是YouTuber乃哥 他将和我们分享 他是如何看待教会青年流失的危机 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回应 让不同世代之间能够有好的沟通 关系能够修复 进而合一同工 我们下周见